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天安老师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名战卡丹》中个人物有趣的创作运行 其中大有学问 比方说 在播本片 青山老贼就通过深游梗完全暗示了播本究竟是实 提前把三小云的结果剧头给了观众 那么老母片有没有类似的规律呢 长篇讲逻辑 短篇讲故事 感觉让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有仔细看过《名战卡丹》的漫画 你就会发现 在漫画第一页上往往都会有老贼的记忆 而这些记忆大多是老贼创作成本漫画师的一些奇遇 比方说 在漫画第32卷的开头 为了创作TV282集《浪花见识》和《泰戈城》 这一发生在大阪的案件 青山就专门跑到了大阪取材 但是老贼在取材的时候 因为在标志着禁止金融石墙旁偷偷拍了照 被警卫先生查了货口 你跑过来做什么 老贼不好意思跟他说 其实我要画一幅在这里发生命案的漫画 不知道这位警卫先生之后在柯南里 看到他所看管的区域里出现的尸体会是什么想法 当然大家也知道 在日本一个作家作品是否完结 往往不取决于作家本身 还要取决于出版社 而其中最让作家苦不堪言的 就是催稿的编辑 就像在柯南创作之初 青山曾被出版社要求 把大阪黑机服务品质的性格 改得更恶劣一体 结果被老贼言辞拒绝 于是为了报复出版社 在漫画第33卷的开头 TV293集《急忙眼时的忽略》 老贼就一口气 在登场的58个写影范中 写入了22个少年桑内编辑人员的名字 比起龙珠的作者鸟山明 连炮兽程度都比较一致 所以最不能热的 就是漫画家作家这样的创作者 你如果黑他 只不定哪天就被他放进了 他的作品里一臭万言 而在《明镇柯南》漫画的伪页上 会有青山刚昌专门编转的 《明侦探图鉴》 这些图鉴里涉及到《明侦探》 有很多是《明侦探》里的人物创作原型 因为这个图鉴是青山自己编转 所以青山对这些侦探们的评价 往往可以对应青山对这些人物的评价 这里我只挑比较有趣的分享给大家 最著名的就是毛利小五郎 原型《明智小五郎》 日本推理小说大师 江川乱布比赛名侦探 青山对《明智小五郎》的评价是 《明智小五郎》是个衣着光鲜时髦青年绅士 《明智小五郎》在漫画第六画 《冲外扬子》出场后 就展现了秒换装变成帅大叔的美丽 《明智小五郎》刚出场时 蓬头购面不修边斧 《明智小五郎》在个非银里分居后 也基本是抽烟 喝酒 大宝剑 随时走一套 本来还想找冲神的漂亮妹妹 玩一下酒池肉林的游戏呢 98都长这样 怎么298不得 不得起飞了 《明智小五郎》住在乡英年二楼 一间堆满书籍的四平半的房间里 《明智小五郎》住在咖啡厅楼上 保险站事务所也没搭到哪去 重点来了 《明智小五郎》办案一向不太注重物证 反而比较擅长利用心理学寻找线索 知道真相大胆 而《明智小五郎》自己独自解决的案件 大多也不是从证据入手 而是分析犯罪嫌疑的心理 详细的可以看看这期《史上罪权》《明智小五郎》分析 《明智小五郎》的另一个远行 则19世纪英国作家 萨克斯·如墨笔下的莫里斯克劳 因为Morris的发音与日文毛利的发音很接近 而这位莫里斯克劳号称梦幻神探 也是为光靠睡觉就能破坏的处 如果爱让人设走 《明智小五郎》说不定真是个名侦探 兄弟们 把毛利牛逼打在公屁上 如果说起大阪黑鸡 服名刺的原型 则让日本作家野村胡堂笔下名侦探 《前行品刺》 光看《前行品刺》这个造型 就知道他一定很强 作为江湖时代名捕快 《前行品刺》也有江湖时代的福尔摩斯之称 像是刚常在书中写道 《前行品刺》的绝技是 直前标 拿坏蛋当靶子 用四文钱臂射向他 几乎百发百中 但无虚发 而大阪黑鸡在《明镇刺》中 也才展现出过人的头智天 百分百命中毛利大叔租来的破车 而《前行品刺》的心灵之助 则是他的妻子小静 每次《前行品刺》出门前 小静都会用火链替他驱血 这适不适合 何也每次都要让平刺 带让他做出的护身符 如出一辙呢 同时《前行品刺》也是动漫 《鲁邦三世》中 《前行信一警官》的祖先 这位《前行信一警官》 还曾在柯南与《鲁邦三世》的 联动剧场板里 和大阪黑鸡一起办公案 而《伏务品刺》中的《伏部》二字 则是来源于日本侦探剧 《侦探物语》中的角色 《伏部刑事》 这位《伏部刑事》 在剧中还有一名四家侦探好友 名为《公藤骏作》 相信你也想到 本作男主角 《公藤新衣》的《公藤》 就是来源于此 青山也表示 《明镇刺》中所设计的 《关西的伏部》 观众的《公藤雅名》 也是因此而来 比起《公藤新衣》 《江湖川·柯南》的姓名来源 相信大家更能耳熟能想 《江湖川》的姓 取自日本侦探小说家《江湖川乱部》 柯南的名 则取自于福尔摩斯的作者 《雅瑟·柯南道》 而在剧场版《甘亲之泉》中 《黑皮柯南》被小男取分名字时 则自称《雅瑟·瓶颈》 其实《雅瑟·瓶颈》 就是把江湖川·柯南的姓名来源 《雅瑟》自然来自于 《雅瑟·柯南道》 《瓶颈》则来自于 《江湖川乱部》的本名 《瓶颈》太大 不得不说 《江湖川·柯南》中的这一设定 真的挺省事的 跟《江湖川·柯南》这个名字一样 《我爱》的名字 《辉原爱》的性格来源 也是直接在动画中展示过给大家 《辉》来源于英国作家 Pini Jams比下女侦探 Cordelia Gray 其实刚昌对她的描述时 有着一头金亮茶色的头发 及碧绿眼珠色的她 给人一种猫的感觉 而且外容内刚 是不是跟我爱很像呢 嘿嘿 而这位年轻女侦探 也是无依无靠的设定 在失去伙伴后 这爱车伙伴遗留下来的 38口径半自动手枪可以醒来了 所以在会员登场第一个案件 老贼就让《我爱》举起手枪 来了一发 估计也就是因为 这个设计原型的原因 《爱》则来自于 《福尔摩斯》一身最爱的女性 艾琳·艾德勒 而《功德星1》 在漫画第一话就号称 平成年代的福尔摩斯 还需要我读出什么吗 不仅猎人物有原型 甚至连药都有原型 克兰和《我爱》都服下过的 APTX4869 其中的4869 在日语中的发音就是夏洛克 为什么詹姆斯会被认为 是克兰里的最大反派boss 核心原因也是因为名字起得不好 来源于《福尔摩斯》中 《福尔摩斯》的头号四敌 詹姆斯·莫利亚迪 除了《福尔摩斯》外 这个邪恶面则被塑造成了贝尔摩德 一个人还分善良面和邪恶面 让我想到了暗黑白林志玲 除了从人物身上取材 其实刚昌还经常从声音哟上 直接拿信物 最有名的就是高姆斯 本来高姆只是新上昌昌设计的 无名角色之一 因为当时的动画监督 想要新增一名 解除暗发状况的警官 高姆才被破格提拔上来 成为了固定角色之一 而高姆斯的名字 直接就是这个角色的配音演员 高姆斯身上直接拿过来用的 也就是说高姆舍 这个角色的配音就叫高姆舍 而配音演员高姆舍 除了要在名价刊中 给高姆警官配音外 还要给小导演太配音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除此之外 高姆舍还配过火影里的鱼石拨带腿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第330啊 其中一人长大后变成了名侦探 大家觉得会是谁呢 把你们的答案打自公平上 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至少在老贼心中 这个答案应该是远古光业 据柯南所说 光业展现出了超出年龄一程的书 光业性命来源于日本作家 那天康复笔下名侦探 浅见光业 是个明智小狼并列的 日本三大名侦探 话说早期 第330啊人设 其实有非常明显来源于 哆啦A梦中 炮红小夫和静香 像在柯南第一个片头曲中 就出现了 远太和光业 追着柯南打的画面 不过柯南不是大雄 我爱也不是哆啦A梦 老贼画着画着 炮红小夫和静香 也就变成了少年白鸡团 而在名战侦探中 老贼将身有梗 玩到极致的 毫无疑问 是波本片 吃紧秀衣 人无原型 吃紧取自机动战士高达中的 下亚的外号 赤色灰心 秀衣 则来源于下亚的配音 石田秀衣 冲石帽 则来源于下亚的本名 酱古灵 人无原型 安氏和灵 均取自机动战士高达中的 阿姆罗雷 安氏与阿姆罗读音相同 灵和雷日语发音相同 透自来自于 阿姆罗雷的配音 鼓鼓撤 透 语撤的是语发音相同 所以因为下亚和阿姆罗 是死敌的关系 自从 阿斯特登场 就已经几乎锁定了 波本的身份 而老贼 猎人家的妹妹都不放过 施量真诚 人无原型 机动战士高达中的 萨拉玛斯 两者罗马银 极度类似 而萨拉玛斯 在高达中 就是萨拉玛的妹妹 诗量一书场 也就锁定了 赤锦她妹的身份 当然 诗量这假小子 女神探的身份 老贼在采访中也说过 受到柯南中 只登场一次的 高人级角色 月水七龟的影像 只是月水七龟 一穿上JK 好歹是 成熟的段写军 而老贼 在诗量身上 则感觉用力过 只剩下 假小子的感觉了 所以 自波本篇开始 三个波本行业人的身份 就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那么 我们能不能用 类似的方法 套在老母篇的身上 老母篇 主要人物 羽田秀吉 驱自日本战国十四名家 冯臣秀吉 冯臣秀吉 结束了日本两万事 完成了日本统一 在日本人民心中 简直就是神一样的流入 不过 这位老兄 在统一日本后 还曾说过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 是将糖制领土 纳入我之版土 这里的糖 自然指的就是当时的明朝 还没进攻明朝 就已经开始做 瓜分大明的美梦了 最终 冯臣秀吉 被指动用了 部分兵力的明朝 打得惨败而归 兄弟们 把爽 打在屏幕上 回归主题 而冯臣秀吉 当时手下 也有位著名军师 叫做黑田官兵卫 号称日本智盟第一 没错 黑田官兵卫 就有名战抗案中 老母候选人中 黑田兵卫的原型 所以 如果末日冯臣秀吉 和黑田官兵卫 属于同一阵 那么黑田兵卫 自然也和 宇田秀吉一样 同属互方 顺带一提 黑田官兵卫 还有一个儿子 叫黑田长正 被称为 兵法大家 如果正如 之前史上 最权拉姆分析视频里说的 黑田兵卫 等于赤井雾 那这个黑田官兵卫 的兵法大家的儿子 自然指的 就赤井秀一了 而若霞刘美的原型 则日本动漫 《福星小子》中的角色 拉姆 刘美 来源于福星小子的作者 高桥刘美子 就连若霞刘美的长相 都跟年轻时的 高桥刘美子 非常相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高桥刘美子本人的外号 就叫做 ROM 而拉姆和朗姆 在日文中的片假名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 只从性敏感上说 若霞刘美老师 就是拉姆最有力的 嫌疑人 在《福星小子》中 拉姆最初试图入星地球 但却在阴差阳错之下 醉情于朱星当 并且成为后者的未婚妻 平时就记住于朱星家 这与 若霞刘美 很可能在宇田浩斯案中 阴差阳错宇田浩斯 成为恋人的剧情相仿 先是黑方角色 后成为红方 只是 《福星小子兄》 拉姆的未婚夫 朱星当的配音 目前是名战客栏中 山尊操的配音 这难道 是爱神若霞老师的结局 操哥 实属排面 而若霞刘美出登场时 《少年战团》也提到当晚 假媒超人中 一定会有一个 神秘女超人登场 似乎都在暗指 若霞是红方角色 我个人觉得 拉姆的形象 和神秘女超人 还是挺符合的 另一种说法 若霞刘美的名字里 有青春美丽永驻的意思 这对应了 秦阳刚昌另一部作品 《剑勇传说》中的人物反派 灰野公主 灰野公主需要不断汲取 少女的青春精华 来维持容貌和体力 否则身体就会迅速老化 这与 若霞刘美的名字 由一曲同工之妙 《老母三选一》中 剩余的人物 《剑勇传说》 人物原型是漫画 《明日之上》中的人物 单下断评 两人有着完全相同的 酒糟笔 兔牙和作业演唱 这个人物 作为主角的恩师 没有任何黑方角色的元素 目前 《剑勇传说》的最大嫌疑 还是来源于 那句老母的口头传 Time is money 将《剑勇传说》 名字罗马云的字母 重新排序 即可得到 Time is money 这点由于时代处的态死 让人很难想象 还有翻转空间 所以只从性命来源的梗上说 狼母三个候选人中 大概率 黑铁名位是铁红方 若曬刘美 要么是先黑后红 要么是蠢黑 行刑则则 则偏下红方暗示 而若曬老师 如果是狼母 同时还是先黑后红的话 那么恭喜红方 再次新增三个 强有力的红方角色 我只能说 啊 敬酒 你实在是太惨了 当然 《明日之上》中的人物原型 更多的还是粉丝 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能作为 直接的推理证据 做这个视频 更多的目的 还是分享有趣的来源 在《明日之上》中 目前所有出场人物中 只有詹姆斯一个人 目前的立场 与人物性命来源不符 以上 就为大家盘点的 《明日之上》中 角色有趣的创作原型 和性命来源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视频 还不错的 欢迎长按赞按钮 一键三连 支持本期节目 祝点赞各位 一夜暴富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长篇讲逻辑 短篇讲故事 我是up主 游黑国科 咱们下次再见